字幕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你知不知道土地的顏色是什麼呢? 我是洪浩倫 我是大地原色藝術家 大地原色基本上指的就是 或是土地上面的這些色彩 自然的色彩包括泥石礦物 甚至植物動物 最多我使用的色彩其實是無積色 也就是礦石土壤 大地顏色製作會經過幾個歷程 第一個當然就是採集的動作 再來就是篩選篩分的動作 看每一個材料不同 我們在做一些加工 比方說研磨 色彩本來就是處在於 我們生活周遭以及自然當中 我發現說既然這顏色來源是一樣的時候 那有沒有一些色彩是 我們自己屬土地上面所用的 所以我就開始做了台灣大地原色這個創作計畫 從2013年到現在 台灣最多食糧就是稻米 那稻米最大的產地都在濁水溪流域 濁水溪它那個濁是真的有這個字 上游的這些板岩跟葉岩 它衝擊到下游的時候 裡面的這些礦物質再釋放開來 然後就會變成稻米 那像日月潭 我就用日月潭當地的那個比較像 飛紅色的土壤跟泥紙石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土壤的博物館 那它上面的這些色彩是非常豐富而多元的 那我用台灣畫台灣 其實就是把台灣在地的很多一些地方的色彩這些特色 透過我的畫質透過我的顏色去做呈現 在我的繪畫作品上面 把藝術非常的生活化 與天地共生 然後跟古人學習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態度 回歸自然 回歸土地 回歸天地 去做藝術創作 甚至把它內化成 比方說我穿的衣服 我染的褲子 這些都是用天然的媒材 它變成生活的其中一小部分 我整個生活裡面都是這些 自然媒材跟藝術的一個綜合體